基隆疫情持续收敛和缓 6月9号再次出现确诊数降为千里以下 更连续三天为全岛第三滴 加上软软及校中两社区筛检站 每日筛检人数仅10人左右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6月10号起 这两处社区筛检站解除任务正式退场 家长关心的学童上课问题 刘昌也宣布 6月13号起 国小部分恢复实体上课 与远距教学融合实施到学期末 公立幼儿园也从6月13号恢复到校上课 金融市的确诊数是983例 比昨天是大概减少132例 其中外线市通报是196例 占了大概20%左右 那我们金融市的疫情 持续稳定的一个收敛 那今天再次降至千里以下 那并且已经是连续三天 是全岛确诊数第三低的一个城市 那所以我在这边宣布 我们小学还有公立幼儿园 从下周一开始恢复实体的一个上课 那另外就是校中以及暖暖的筛检站 因为现在每天的人数只剩下十几个人 所以我也在这边宣布 从明天开始解除任务退场 然后来妥事运用我们宝贵的医护人力 那相关的一些服务呢 其实已经完全可以由社区诊所来替代 所以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民众 这个相关原本的一个需求 可以到诊所以及医疗院所来进行 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 至于体育活动部分 牛昌表示室内校季体育竞赛 国高中生打满三季 国小打满一季即可参加 其余学生提供两日快筛四季 阴性证明后也可以参加 毕业典礼及毕业旅行 从六月起及授权学校 在防疫的前提下自行规划 校园及篮球场 则将在暑假进一步开放 记者张其滩 金融报道